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成 和大家討論世界大事 早段時間布林肯去中國 似乎都談出一些可能性 大家可以繼續討論 可以繼續討論 也有人估計 可能內部已經 大家討論了一些合作方式 或一個交易 中國可以和耶倫會面 美國財長耶倫 就去訪問中國 在7月6日至9日訪問中國 而耶倫去之前 如果中美之間 有了一些 討論了 可能的條約 或者一個交易 大家達至合作方式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美國 並沒有放寬對中國 惡劣的態度 首先 就是拜登 用一個 我稱之為 鼓惑人心的宣傳語句 所謂 Democratic Speech 用獨裁者的名詞 來形容習近平 然後 布林肯 又說 美國將會繼續做 中國不喜歡的事 說一些中方不喜歡的說話 真是很奇怪 一個外交官這樣說話 都完全沒有專業 外交官從來都不會說 我特意做些事來得罪你 做些你不歡喜的事 這些說法 真是表示那種 愚昧無知 和那種傲慢 但是中國前駐美大使 崔天凱 就馬上在清華大學的 世界和平論壇就說 中國從來都沒有指望 美國說些什麼話 或做什麼事 會讓中國歡喜 中國從未承諾 會做一些和說一些 美國歡喜的事 國家和國家各有自己的方向 我們做事不是討好別人 外交官本來是不會說這些 布林肯這麼說 所以崔天凱說清楚 關鍵是需要找到 雙方真正的 互相尊重實現和平共處的辦法 即是中美之間是要學習 美國學 什麼叫互相尊重 而不是一種我贏你輸的 你死我亡的 這樣的靈和心態 他說美國如果繼續在一個錯誤的軌道上 這個所謂建立護蘭是沒有用的 如果大家在一個共同合作的軌道上 所以滑蘭就有用 崔天凱就反駁布林肯那些 我真的覺得這叫做愚蠢到極的外交官說話 而這個同期 美國也在行動上加強禁止那些晶片 即是叫做芯片 例如荷蘭的ASML 這個主要的光刻機 授賣給中國 控制全球的半導體 減弱中國的科技能力 是繼續越做越厲害 通常如果耶倫來中國談判 應該之前做一些和好氣氛 是大家可以有得談 即是美國壓迫中國這麼久 應該就用一些讓步 但是似乎又不肯 當然我們可以這樣估計 美國這些選舉語言來的不是真的 可能內部和談判了一些事情 但是出對他有講到自己很強硬 來增加他選舉的聲勢 免得被共和黨批評 叫布林肯去叩頭 布林肯跟習近平握手的時候 剛剛有個姿勢就好像悲公屈切 就被人拿著說 為了對抗批評者 就說一些對中國兇惡的說話 有些解釋就說這樣 但是實質點我們還未知道 究竟大家是否內部已經有一些默契 而這次耶倫在7月6日訪問北京 屬於美國內閣官員的第二次訪問 即是今年第一次的布林肯 他表示拜登要推動深化全球 兩個大經濟體的溝通 穩定雙邊的關係 減少意見分歧時的風險 突然說一些溫和的事情 之前布林肯跟拜登說一些愚蠢的事情 接著到耶倫說一些溫和的事情 但是他事先先去見謝鋒 即是說中國駐美大使 之前中國駐美大使 其實美國採也不採 但是現在中國駐美大使去 那拜登竟然會見他的臉 而且還吹起口笑 捉著他兩隻手 好像很親切 為什麼拜登這樣做這麼的姿勢 有些分析估計說 可能拜登說完一些凶惡說話 就是做一個笑容的姿勢 平衡之前的事情 而謝鋒為什麼這麼重要 會見一見他 因為謝鋒說 其實我是習近平派我來的 多少就是代表習近平的 那你就不用再找其他渠道了 你要跟習近平聊天 你先跟我談談 謝鋒就同樣提出那句相互的尊重 中國講來講就是 可不可以學一下怎麼尊重人 你經常做黑社會大哥這麼姿勢 還是你是一個偉大的大國 帶領全世界和平 然後還有和平共處和合作共贏 中國經常看 看了很久 看了很多次 但是中國美國是不聽的 他聽到但是故意聽不到 因為他這樣不明白 什麼叫尊重 什麼叫和平共處 什麼叫合作共贏 因為美國的想法就是 我是老大 只有你尊重我 不需要我尊重你 我沒有求於你 你要求於我 我來見你 給你面子 第二就是和平共處 我喜歡打誰 打誰 合作共贏 合作 其實就是我贏了就是真的 這是美國的想法 所以習近平提了這三個點 我們作為人類的一份子 用人性角度看都很合理 但是美國就一點都不把他放在眼內 所以在這些表達上 說了很多次 我不知道美國聽得到多少 好像一個很頑固的老人家 你慢慢跟他怎麼說 他不會聽 因為他根本耳聾了 他聽不入 另外就是 但是美國又做了一點 將氣球事件作出一個解釋 之後證明氣球事件不是真的間諜 那叫做一件事 澄清一下 當時硬硬是間諜氣球 又造成兩個之間不能再見面 現在再見面之前 又澄清這件事了 耶倫說 大家兩個大國要負責任地管理大家的關係 中國回應說 其實一直以來引起這些衝突的責任就是美國 中美原本沒事的 美國一直加關稅 又控制半導體 又搞亂香港 又找一些軍艦洗到南海 又在菲律賓建立基地 做那麼多的事 還有聯盟 印度、日本 搞一些亞洲的北約出來 搞一些這樣的事 其實 一直都是你搞亂 你把一個原本沒事的地方搞到有亂 好像想引起中國和台灣打仗 美國得益 中國看不透 看透 你一直搞那麼多事情 都是責任在你那裡 你負責任 你自己肯負責任先 你不要叫中國 你怎樣怎樣 你想中國就飯聽你指 如果不是 中國一不肯聽就指 你就說他戰狼外交 全世界都有權有自己國家的看法 一強硬不聽 你就說戰狼外交 其實一直以來 那隻大狼就是你 大灰狼就是你 不過中國不是三小豬 而中國其實在這個時期 就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法》 重點就是 以《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國以後可以反制違反《國際法》 危害中國利益和中國主權的長臂管轄 其實一個重點是 美國經常想長臂管轄 與其他國的公民 這些做法 現在中國立法 中國過去沒有法律 來應付這些事情 現在我可以反制你的 講得明白 而且中國在《國際關係法》很重視 就是環境治理和綠色的合作 建設全球性的生態文明 另外中國就會開放大門 會越看越大 他不斷說他會開放 雖然有些人說他會關門 但實際上他會繼續開放 我這段時間和中國交往 發覺他的確正在開放 不斷開放 另外他有《國際對外關係法》 中國再說 要保護公民和中國組織海外的安全和國家利益 包括一帶一路以遵守國際法為準則 對於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的干預制裁 會提供法律的權力可以反制 中國擺明已經開始第一步的反制 就是對那些主要的光刻機要用的 就是半導體的基本元素 就是這個加和者 就已經開始反制 就是說你不給賣光刻機給我 你想弄死我的半導體 我不供應原料你也死 這個就是半導體的晶圓的基本金屬 就是加和者 現在中國是可以禁止 要由國際批准才可以出口 就是這樣解釋 現在其實這個 加是佔80% 在全球 者佔60% 都是中國供應的 現在中國很特別 在那些金銀同身 這些金屬提電出來的金屬元素 如果它不供應 就到那邊 西方要搞這些東西 就是半導體 就餘了很多艱難 就是你這樣弄我我弄你 那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合作共贏 不是好 你要插死別人 人家一定要有回應的手法 當然中國也去估計 會不會這次耶倫黎 其實也是想借中國買美國國債 因為國債的問題也是赤字很大 預算四個月內 美債要賣出到8500億這麼多 年底甚至是15000億這麼多 要中國買才行 不過如果你想中國買債 也要起口才行 你借錢和起口也不是 你惡到死 在人家門口 拿到圍牆外面 走去機關槍 然後一路說粗口 鬧裡面的人 然後把後院 找一些塔拉車 和後院中間的路 走過 說我要保護這個後院 不屬理 搞來搞去這些事情 在台灣海峽 經常有戰艦洗過 你做這些事情 就像一個大隻佬帶著一群人說 你好借錢嗎? 你不借呢? 就是這樣 別人借錢都這樣 中國覺得 我們如果有點骨氣 都不會隨便向你低頭 你雖然很兇 但我們起碼 跟太臣打的時候 太臣是威威勢 但業民都差不多功夫 可以弄下你 所以這就是一種 美國的態度方面 中國說多次是尊重 但是美國 不知道為什麼 拜登 不是罵美國 美國人很好 美國很多東西很好 很偉大國家 但是拜登 把美國弄得這麼噁心 我不是說一個名詞 是一個很噁心的做事方式 令人覺得 都不像一個世界的領袖 應該是有的 就是用盡各種的陰險手段來弄人 弄得人內暖 這個時期 中國也這麼有底氣 除了他自己在各方面 無論經濟或軍事上一定的強大之外 現在剛剛 上海合作組織 7月4日舉行 原本在印度舉行 印度後不想普京去他的地方 美國的時間壓力很可能 見過很多是用視像來舉行 這次舉行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伊朗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 所以合作組織包括中亞洲各國 現在將會加入的 就是東南亞和中東各國都會加入 所以將來是一個歐亞大陸橫跨的 一個龐大的聯盟組織 但是他們是不結民的 他們是說互信互利 平等協商尊重多文明 謀求共同發展 就是一個共同反恐 而對外開放 他形成一個非西方六權各國的結合 伊朗加入了俄國 伊朗和中國幾個大國的結合 遲些土耳其那些可能都會加入 沙地亞和白又將會加入 在明年白俄羅斯加入 這個龐大的新體系 現在很可能會建立一個新經濟的銀行 是屬於上海合作組織的銀行 今次伊朗馬上說非美元化 因為美國在中東用美元和軍事霸權來控制 通過干涉內政、制裁、製造各國 在宗教、種族領土上的紛爭 帶來動亂 來到使中東不能夠統一 現在的上海合組織很可以統一起來 習近平就叫各國由長遠地區的利益 本身的利益 小心外部勢力進行新冷戰 干涉內政、推動顏色革命 很多國都捱過美國搞藍色革命 造成內部動亂和慘痛的經驗 所以現在提醒、小心 以及反對單邊的制裁和保護主義 用脫鉤、斷鏈的方式來控制科技等等 所以可以說 當這麼多國走在一起 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已經形成 力量已經形成 所以它的底是很舊的 美國今次夜來見他 不能再以一個強大的威勢方式來押下來 是需要尊重方式來達致全球和平的利益